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是67会所的陈恩乐姊妹 在已过参加这个中部相调中心的导演备奖训练中 我特别摸着两个点 首先就是非常宝贝在这五天当中 能够与这个各地的圣徒 彼此有交通和相调 然后特别是看到这个年纪消长的姊妹们 他们就是愿意在这个休息的时间 也是和临座的姊妹一同这个竭力操练导演备奖 就是学习操练讲说这个鼠天的语言 真的非常受到激励 也觉得我们这些更年轻的 也需要将竭力进入鼠天的语言 为这个鼠天的执事所构成 那另一面我是非常宝贝 就是已过在进入猎王季的经文的时候 常常是读的没有很懂 然后其实生命读经读完了 也没有还是没有很懂 但是很宝贝就由这样子进入 这个信息当中 就很宝贝这个能够了解 这个神圣启示的内在意义 对像是在这个第十一篇中 就说到被盗秋台 以及恢复真正的一 当中就讲到猎王季 常常提到这个 只是秋台还没有废去 就觉得非常受到提醒 常常这个经文读过 就会忘记 但是这个弟兄们就提醒我们 这个就看见猎王季中 不管是好王还是坏王 就是甚至是好王 就是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废去这个秋台 就提醒我们这个照会生活之所以削弱 就是因为我们不情愿 去拆毁这些秋台 这个我们愿意为了自己的舒适方便和爱好 这些内里的问题又不情愿拆毁这些秋台 那他有讲到这个例子就说 那我们应当是珍赏这个所有 这个所有讲信息的弟兄 就是不应该 只是高台某一些弟兄 只愿意听他们讲的信息 我们还是要在生活中在聚会中都只高台这一位基督 我们在以往对于猎王季的印象跟恩乐一样 就觉得它是一卷历史书 那再怎么认真读也只读出了猎王的顺势年代 跟一些特征而已 那他却不认识这卷书到底要向我们启示什么 那恒宝贝参加这次在中条的这个导演备讲 就把我们聚集在主的脚前 有一周的时间能够清新的听他说话 来接受这份指示的供应 那恒宝贝从起头的第一天就给我看见 真真的是不会浪费圣经中的一言一语 每个词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猎王季不仅只是一整历史书 他也借着他许多的日表来启示一些神经文的内在意义 那这个弟兄们也很厉害的把这些日表都分别的展开在十二篇信息里面 那我最宝贝的是第九篇 在那里看到神的经文与神的荣耀被摆在一起 这在从前是我没有看过的 那恒宝贝 这就让我看见神的荣耀至于我们 至于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就看见喜初在已过的永远离神 就预定了我们 并在借着基督成了这个平息处 叫我们能够满足神的要求 也借着这个荣耀的福音呼召了我们每一位 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 也要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仰望 使我们渐渐被变化成为他荣耀的形象 那当我看见这些 我就不禁地对主满了赞美与感谢 而且我们竟然能够有份于他的荣耀 也看见这就是神今天在教会中得所荣耀的路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够天天的来仰望他 经历在至圣所里被他的荣耀所浸透并收满 至少能够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彰显 我是27会所无心伦姊妹 而宝贝看见以利亚与伊丽莎的榜样与激励 让我得着帮助 主在每个时代都有要兴起的人 都有一般要做特别的事情 那这一般人要做的执事 就有那个时代的执事 那以利亚就是那时代的执事 他要做的就是做相反的见证 而且他的祷告是在祷告里来祷告 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情绪 或者是所有外面的事物 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什么事而祷告 他乃是有从主给他所示的祷告 而是在那里祷告来祷告 就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那边就讲到 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性情的人 然后他也在他也恳切的祷告来求 很宝贝 他是一个在祷告里祷告的人 是很符合神心意的人 另外一位是以利沙 他是旧约的预表 他是与神同行的人 与神在那里做神的代理人 在往上四章九节那里就讲 经过的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 富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场我 那场从我这边经过的人 是甚别的人 就是很受提醒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接触人 我们的言行举止 在这样的情况中 我们是不是与神心情相合的人 仇主也加强 因为我们在这地上 都能做一个相反的见证 能够成为神的代理人 无论